继续开 开这个路 没有来过的人也可以同期 听生经历 反正这个路就直直去了 一直去 等下放到YouTube上面 这样大家就知道说 哎呀 原来这些教会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什么状况 这些等于是在山谷吗 可是上 那天我们看到它在山上 应该是山间啦 也不像山谷 反正是在山里面 绕上绕下 目前是 基本上是一直往下 然后到了前面一大段路 之后呢 就会开始上坡 上坡到他们那一个地方 然后 如果说一直往下走 还是可以通到这个人 收到山坡 那这条路怎么样 都比免电那条路好太重要 对对 可是 真的像他们讲的 童工要进出一次 要拍会 要做什么 就是方便 更不好说 叫他们晚上来 对 也不适合晚上叫他们出来开会啊 要不然叫他们过夜 在中心过夜 对 过夜就可以了 但他们讲说 哦 就在雷东上面而已 可是要 騎摩托车要来回一两个小时 有点奇怪 静静的为什么要走 原来这个路是怎样走 对 它是潜山里面 可以到的山里面 可以到的山里面 所以现在开始就是 好像好像说有九个弯吧 有点奇怪 九鬼十弯 九鬼十弯 九个弯都是这样 是180度的 嗯 推流很慢 看来的 这个开车技术不好就 就比较 麻烦 麻烦 因为容易上得来 而且不能快很危险 你一快 哦 像我们那台 那台 山里面的老车 它的这个 弯 车子的 打弯 小路 它不适合爬山 那辆车 适合爬山 但是不适合这个 走弯路 它打弯比较 可是它上山很吃力 非常配油啊 对啦 配油 没有比这个什么 风田汽车好 风田省口 那是一定要 风田可以跑一个礼拜 这个一天就没了 这个是一个按马车 这边有教会 左手边 哇 是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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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桃园的感觉 嗯 真去云南 去中国的感觉 蛮像 对对对 我看见了 我们该去云南走走 哈哈 我吃坏度啊 其实说喜欢去中国 我们这边去就最方便了 其实说喜欢去中国 其实说喜欢去中国 我们这边去就最方便了 就开始这种弯路 这里的弯 还 还 还可以 还不至于到时候 可是像你讲的 等下上山的时候 就这样 有困难 对 上山我们只有只能 慢慢 一个挡 只能一挡 慢慢的上 不然碰到像刚才有 有 有沙 也是有这个 很厚的灰 就会滑 不可能 但我倒是很厚 但是还有